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在博物馆 有两把剑 分别代表着胜利与失败 一把属于胜利者 岳王勾剑 另一把来自于他的一生之敌 吴王夫差 剑 被誉为百刃之君 是因为他最适合一击刺杀 他不像长矛那样远离敌人 也不能像刀那样挥砍自如 更不会像棍棒那样殴打弱者 一名伟大的剑客 只有把剑深藏在怀中 隐忍等待 当足够靠近敌人的瞬间 突然出击 刺出那决定胜负的一剑 以小博大 不欺老幼 善于忍耐 这既是剑的品格 也是君子的信仰 在汉代画像史上 常常能看到剑客的形象 七身吞探的玉壤 孤单英雄专珠 一诺千金的记扎 怒发冲冠的金科 视剑为生命的君子 从不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 当力剑出鞘的一顺 即使是万圣之主 也会惊慎失措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段故事 吴越争霸 其实 夫差并不是天生的失败者 他的父亲被岳王勾剑杀死 复仇的执念 让他发动了第一次五岳战争 在这次辉煌的胜利中 勾剑被围困在会计山上 一代月望 匍匐在夫差的脚下 成为一名马夫 三年的奴隶生涯 勾剑让夫差彻底松懈 最终得到赦免 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懒惰 勾剑睡在甘草堆上 把苦胆悬在头顶 时时品尝 勾剑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在吴王夫差陷入北方战争的时候 他突袭了吴国的都城 刺出了最致命的意见 孤苏丞下 夫差成了战败者 他祈求宽恕 但勾剑没有给他选择的权利 胜利者可以尽情装饰自己的配件 那是属于王者的尊严 在这柄铜剑上 朱剑师采用了最上乘的材料 在没有实战价值的地方 仔细打磨 剑身用锡金属 蕴烫出菱形花纹 剑饼镶嵌绿松石 底部的十一个铜心圆 整齐排列 让两千年后的术控技术 都为之汗颜 岳王勾剑吞并了吴国 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 当他手握宝剑登上诸侯惠盟的王座 他知道所有的忍耐都是值得的 千军万马再高呼万岁 一生的死敌已成为种中枯骨 作为天下最有权力的男人 他的配件当然要足够炫酷 才能震慑住蠢蠢欲动的诸侯们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